捏你们 然后要拿捏你们的情况 我自己弄个瞪了 动 你知道吧 主播再绑几啊 主播没有再绑哈 贝贝 如果说你喜欢主播的话呢 然后我们直接在左上角的话 直接点个关注就可以了 贝贝 直接在左上角点关注就行 因为我平时的话呢 然后直播 以及我晚上加播的情况 都是在这边 所以只要你一直关注我的情况 一直都能找到我 直到我退网 只要我 只要我不退网 我要直播 我要更新作品的情况 你只要关注这个账号的情况 就一直都能找到我啊 贝贝 知道啥意思了吧 继续冲13级粉丝团 好的 好了 那咱们左上角贝贝 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话 可以点点关注啊 然后不要瞎说话啊 我跟你说 该说好的词 夸奖的词的话 你可以说啊 即便你说的是假话啊 但是呢 我依然觉得很受用 但是如果说 你想说话的话 但是你又带一点点Yellow 是不是 那你就别怪我不放你一马了啊 好了 我们继续 都是眼睛和发型 是不是 那 对不对 发型还是蛮成功的 好了 那咱们左上角贝贝 全款都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去强调 是分期以及全款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分期的话 它是有分期的费用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呢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点击的情况下 直接在线上的话 就可以了解了 如果说你是我这边的话 你就是直接了解到 我这边的价格 如果说你是 比如说我是河北的 你是河南的 或者说你是山东的 你是广州的 对不对 我们是不同省份的 那当然了 你也可以直接了解到 你们当地的 当地城市的 落地的价格 以及我们这边的 一个报价啊 你可以两个城市的话 进行对比 看一下这个价格的话 那差的多不多啊 你比如说 我跟大家去说的是 丰难达这个车的话 直接给大家优惠到 八千块钱 那你现在的话 然后依然有人跟你说 它优惠五千块钱 对不对 那你说 即便说 啊那我最终也能了解到 但是你最终了解到 你看我一开始跟你说的是 这个价格 对不对 我们没什么可谈 我们就谈谈其他的车嘛 限车还是要等车 还是了解了解 你是要全款二分期 我给你算 对不对 但是你一开始 人家给你报价五千 你最终是能了解到八千 但是你是不是浪费这个时间呀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 我们直接是可以在线上 也就是在直过间的话呢 然后先把我们 大概的这种行情 先了解 一定要了解 比如说你现在打算买车 这周打算买车 你一定要先了解 他的一些行情 对不对 你再去谈价格 就会给你自己的话 节省时间 对不对 所以啊大家 想要了解咱们这个详细的 这种价格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蓝色的小许花 如果说你是邯郸 傻装形态的表辈的话 那然后直接在左上角 关注我 跟我说话就行了 就不要点击这个下方了 你就直接跟我说话 就可以了 表辈 锁谷是不是 锁谷的话 晚上才能看到 因为晚上是大头直播 上半程直播 所以晚上的话才明显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得太好了 好了 那我们继续 仓州的怎么办 表辈 仓州的话呢 直接点击我们下方蓝色的小许花 就可以了 点击下方蓝色的小许花 因为虽然说你也是 对吧 河北嘛 仓州嘛 离的也不是很远 但是呢 它是已经怎么说 它是画片区的 它是有区域保护的 虽然是同城 但是我也不行 我这边的话 是河北形态的 我这边只能售卖到哪里呢 我一 跟我同城形态 二的话呢 然后是邯郸 三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实家庄 这三个城市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上牌啊 提车上牌 嗯 其他的话呢 都不太行 但是呢 大家的话呢 可以在直播间话呢 直接先了解到价格啊 是可以的 因为整个的河北省的话 那价格应该差不多 可能是补贴不一样啊 可能补贴不一样 反正我这边的话呢 然后给到大家的一个 补贴 你看我们最早之前 六月份的补贴是什么呢 是直接开票价的 百分之五的一个补贴 对不对 不管你是啥车 我都是按照你开票价的 百分之五的一个补贴 从这个月开始的 我们的一个补贴的话 是这样的 比如说十万以内的车的话 补贴一千块钱 十万 然后到二十万的车的话呢 我们补贴的话呢 是补贴多少钱呢 补贴三千块钱 然后呢 我们在二十万以上的话呢 补贴五千块钱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每个月的话呢 然后比如说政府的补贴的话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同的城市来说的话呢 可能啊 这个同样的车 但是呢 补贴的价格 然后就是金额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说这种的话 是需要你自己到当地的 四爱店的话去了解一下 最具体的了 告诉大家有补贴的时候 要买啊 错过了补贴的话 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因为补贴这个东西的话 然后确实有这个时间的嘛 对不对 这个不是说四爱店 给你搞的活动 是不是你瞎收来 是吧 我可以给你走一个 什么后门 是吧 然后你说你 你可以那个说什么 你上个星期的话 是有这个补贴 你已经错 你就你已经过了 这个时间段了 但因为是自己店的话 然后搞的 所以说他也可以给你 按照这个价格去卖给你 但是如果说按照这种 比如说政府的补贴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 这样购税的减半的情况下 你错过了 就真的是错过了 某有办法 今天又是光的 怎么可能啊 为什么你说又呢 为什么你们又说又呢 我什么时候白天 对 昨天前天 前天的话穿牛仔裤 确实没有穿啊 一年的话 有那么几回 就让你们赶上了 你就说吧 一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夸张一点 就是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我不穿 你知道吧 好了那咱们继续哈 伯伯 那我们的风兰达的话呢 跟大家讲完了 我们再说下一个车啊 下一个车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CHR了 关于CHR的话呢 咋说呢 要是相中了咱们这个 比较个性的这种外观 对不对 又是一个2.0的一个 这种SUV的情况下 就是不在意空间的情况下 要颜值有颜值 要动力有动力 要配置有配置 对不对 要补贴有补贴 要线车有线车 你要优惠啊 四大电话给到你的 一个优惠的话呢 然后也蛮合理的 为啥呢 因为我们现在 目前优惠25000 然后呢 政府的补贴是3000块钱 这综合起来 就已经是28000了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车的话呢 我们到电话 还多多少少 还有一点点谈的空间啊 比如说你要分期的情况 还有一点谈的空间 别看这个车优惠多 但是线车特别的少 每个月的配置 的话呢就两台 但是这个车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的话 要卖的话呢 然后就一口气 卖好几台 你知道吗 有的客户还得等车 等到下个月 要么不卖的情况 我们可能说 这一个月的话 都不开单啊 因为确实外观的话呢 然后太过于个性了啊 但是蛮好看的 我觉得的话呢 只要你喜欢 这种比较有特点的这种 然后都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的CHR 对不对 当然了四代电话呢 也都是有现车 有试驾车的 你可以试驾一下 基本上的话 像CHR这个车的话呢 我们客户试驾完以后的话 对这个车的一个评价的话 都还蛮高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当然了 也都是咱们那个R款的啊 CHR还不如CRV 咋说呢 这个看个人吧 你觉得不如CRV 是不是 那他俩的话呢 你觉得他俩是一个级别的吗 然后说这俩都不是一款 好了 咱们左上角 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话 点点关注 我们把关注网上点一点 反正大家点赞的话呢 肯定是不积极了 因为目前的话才6300 目前的话咱们才6300 所以说这个点赞 肯定是不积极了 现在啊 所以大家这个赞的话呢 也往上飘一飘啊 主要的话呢 大家还是要多互动的 就是把有关于你们的车型 或者是说你们感兴趣的车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平时的话呢 然后一些用车的一些小技巧 对吧 或者说我们碰到了一些问题 都可以 关于车的问题的话 都是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个 直播间的话呢 然后进行讨论啊 别别 互相学习嘛 主要我还是得向你们学习啊 但政策的话 你们得听我的啊 但是学习的话呢 然后我得向你们学习 随着你们的一些什么技巧呀 经验呀 对不对 预效的一些事情啊 你们的话都拿到我们的直播间 可以分享啊 别别 昨天没有直播 对我昨天没有直播 左哥没有直播呀 哦 左哥没有直播 嗨 这这屁 然后说 昨天 然后今天 心心心心心 今天很低调 啥意思 我哪天不低调啊 表辉 我哪天不低调啊 啊 我哪天不低调呀 还是今天好看 学习啥 然后灰的 怎么可能啊 一天不看我就咳嗽 是不是 不然我看一下 明天周几啊 明天周四是吧 明天周四 哎 我们有没有今天多少号 今天三十一号 哎呀 算了吧 明天 9月1号 9月1号的话呢 然后是开学呀 开学的话散了吧 后天吧 后天的话呢 我拿捏你们一下吧 好不好 我其实都知道 怎么去拿捏 我知道怎么拿捏你们 但是呢 我就最近这两天吧 然后 比较懒 等会这两天 拿捏你们一下哈 谢谢ZZP 那我们继续啊 明天常 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一个白点吗 有什么区别吗 开学也能拿捏 不行 开学 开学的话就算了吧 开学就算了吧 我最近的话 然后 好